明书记的灵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明书记的灵修 我们要一起来看明书记第十章 那么这段经文有三十六节 我们分成几个段落来看 请先看第一到第十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的 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 聚集在会幕门口 若单吹一支众首领 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要聚集到你那里 吹出大声的时候 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 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 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 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 但招聚会众的时候 你们要吹号 却不要吹出大声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吹这号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你们在自己的地 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 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 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旗 并月朔 献凡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 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十节经文记载了 主耶和华要摩西在百姓中找人 制作两个号 用银子打成的号角 那么当年号角就是一种 不只是乐器了 更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 当时这么大一个群体 又没有无线电 又没有WiFi 当年怎么能够 一下子就把重要的信息 传给这么两百多万人呢 号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号音响亮 所以可以传递到很远的地方 现在加上什么号音 做什么动作都规定好了 于是从第十一节开始呢 就记载了他们终于要起行了 要行动了 二月二十日 主耶和华要这一群百姓 继续往前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 刚刚所记载的吹号的声音 就按照行动的刚领 吹出适当的号音 所以第一段给我们看见 号音传达信息 而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八节 这么长的记录里面 我们不再一一练出 但是呢 这段记录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见 号音传递信息 而信息指挥行动 那就是分成四个组别 每个组别分别由三个支派 那就是十二个支派的行进方式 在第一个组别和第二个组别 就是前三个支派和接着三个支派 中间呢 就是立位组里面 台会幕的两个族人 他们分别将拆散的会幕 那么随着第一个组别 第二个组别中间往前走了 当然到了停下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组别停下来了 那么中间台会幕的这两个立位族人 也会把会幕就架设了 之后第二个组别到了 那么在第二和第三个组别中间呢 是立位支派的歌侠人 将会幕里面一切的橙色 一切的摆设拿到已经搭好的会幕里面 哇 你看这个物流控制多么的精确啊 当然第三个组别之后 还有第四个组别 于是十二个支派就这样子的运行了 所有这些行动怎么控制的呢 当然就是由第一到第十节 所讲的耗音来控制 所以耗音传达信息 信息指挥行动 下面我们要看从二十九节开始的经文 首先先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 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 他曾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 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 我们必后待你 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 何巴回答 我不去 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 摩西说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 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 你若和我们同去 将来 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 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 那么这个段落给我们看见摩西要求他的岳父 请他的岳父跟着百姓一起往前走 岳父说 岳父说 不了不了不了 我回我的米店去了 我不要跟你们走了 不过摩西再三要求 那么这里没有记载岳父的决定了 不过从别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其实岳父是跟着他走的 那为什么要请岳父一起走呢 因为岳父是本地人 他更了解这里的地形路线等等 所以摩西说 岳父大人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走 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了 摩西的岳父是米店人 当然熟悉在这一带的地方的路线 天气等等 他就是一位最好的祥导 所以摩西非常聪明地 请他岳父一起走 好了 那到底是岳父带队啊 还是上主耶和华带队呢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33节到36节的经文 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 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 耶和华的约会在前头 行了三天的路程 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他们拔引往前行 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椅上 约会往前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 耶和华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善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约会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这次他们走了三天 而三天的路程呢 是随着主耶和华 什么时候云彩移动 跟着云彩而行的 换句话说 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会移动 是随着主的带领而移动的 假如我们把上面两段经文的主题 也就是第一段 号音传递信息 和第二个段落 信息指挥行动 加上这个段落 就给我们看见第三个特点了 那就是行动凭借信心 因为主怎么带领 他们就怎么跟着走了 我们应该深深思考的一点 那就是 为什么摩西 一方面跟着主耶和华 云彩的带领 但是 又同时 请求他的岳父同行呢 到底摩西是听岳父的呢 还是听上帝的带领呢 那么其实 这两者没有冲突的 因为信心的运作 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 同时也是百分之百人的责任 两个合起来 还是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两百 原因呢 这两者是相容的 在神的工作里面 包含着人的责任 那这个原则 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 的的确却也随时提醒我们 当我们说仰望主的时候 不是我们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做 在我们仰望主 等候主 跟随主的过程之中 人的责任 还是要尽上的 那尽上了人的责任之后 主自然带领 往前走 有一个人用一个 相当生动的比喻 来说明 人的责任 和神的带领 这两个关系 就好像一艘大船 他能够转弯 是因为船舵 上帝的带领 就好像船舵 所以上帝的带领 向左 向右 就是船舵控制 这艘船 不过 船舵 能够使船转弯的先决条件 是船要向前走 船停着 这个船舵再转 船也不会转弯的 那么船向前行 就好像是人的责任了 所以船舵 加上船的行径 也就是上帝的旨意 光照直营 加上人的责任 就成就了美事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的确给我们看见 两者没有矛盾 两者必须共荣 好了 今天的灵修 有没有触发你 想到在你人生之中 有没有什么经历 正是等候上帝的指引 又加上你个人的尽责 于是成就一件美事呢 假如有 非常欢迎你留下分享 使大家一起得益处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教我们了